对服务台胞促进两岸融合发展 那么几位的工作重点 今年都会侧重在哪些方面呢 这个还是侧重在交流方面 交流方面 交流比如说像文化方面的交流 历史方面的交流 两岸的美术 工艺 书画这些交流 就这样的还有一个重要的 就是两岸媒体的交流 通过两岸的媒体交流 让他们把祖国发展的这种 这个发展的状况 这个现在就是祖国发展的什么样 他们有发言权 他们沿途的所见所闻 它可以如实地记录下来 如实地记录下来 18年开始从这个内蒙 就是两岸记者 两岸记者内蒙行 先去了内蒙 内蒙 当时的这个叫什么呢 他们到了内蒙以后 对他们的感触很大 感触很大 就觉得祖国这个江山太大了 然后19年 我们到了青海 到了青海行 这个两岸媒体的在青海行 青海行呢 我当时感觉就是去了这些媒体人去了以后了 就是经常发出一些惊叫的声音来 就特别惊讶 因为我走的过程当中我给他介绍 就青海这个省的面积呢 是72万平方公里 相当于咱们台湾岛的20倍 台湾是3.6万平方公里 3.6万平方公里 大家说哇就这么一个省就这么大 然后他这个从这个海拔来说呢 从低海拔到高海拔 我们一路在走 一路在走 以前呢我们那媒体型呢 那就说这个台湾这边乡亲过来以后 那带他们去看什么呢 北上广深这些比较发达的地区 因为那时候不自信 只有让他看看这些地区就说 你看我们现在发展得不错 但是这一次去 就是你想看哪都看哪 包括我们很贫穷的地方 对吧 我给你看 我们这个祖国在这个扶贫方面 做了哪些工作 以前很穷的地方 现在变成什么样子 对吧 以前这个生态破坏很厉害 现在我们的生态保护怎么样 生态保护怎么样 我们去带他们去看一些大型的工程 咱们叫什么大国工程 大国工程 让他看看我们国家的建设能力 在全世界都是属一的 不是属二那是属一的 也就是说我们走的这些一路 不是说咱们空洞的去说教 是拿这些东西 实实在在的东西 给他们看 他们自己会体会到这些东西 他自己去讲 我们也没让他说 你非得怎么讲 非得怎么说 你自己把自己看到的东西 所见所闻 把他记录下来 把他反映回去 就可以了 这样就我觉得非常好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在两岸交流上多下功夫 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委员通道上 我也对梁荣和发展这个议题谈了一些观感 其中举到了一个在福建张平四代人种茶的台湾茶农朋友 这个视频播出以后 不少的台湾朋友 台湾同胞都给我发来微信 真是无巧不成书 我们有一位同样也是在福建常态种茶的曾先生 他跟我说 我们家也是四代人 现在在福建 我们也是做茶生意 做种茶 这是一个 还有一位 我的朋友告诉我 他说你了解没有 在福建的张州 张州的张虎 李锐和李总 他们家也是一家四代人 就定居在福建 那我看这不得了 那就光我自己 我就都了解到 有三户的四世同堂的台湾同胞 安居乐也在中国大陆 那么两岸融合发展 是一篇大文章 也是一项大的工程 需要两岸的同胞 共同的努力 要花大力气 去不断地去完善 不断地去深入推进 两岸融合发展 我在委员通道上 当时曾经讲 尽管当前的两岸关系 遭遇到了挫折 但是我们始终有 不畏浮云遮望眼的底气在 也相信两岸随着大陆十四五规划的 深入拓展 全面实施 两岸一定会应通尽通 也一定会给广大台湾同胞 带来实实在在的融合发展的机遇和红利 可以疲惑 那么是一项小陆 在这一项小陆 是一项小陆